虽然对老手来讲没什么 但相信不少人看到这个画面 一定出现许多噩梦 这就是可能会让新手在此耗光所有力气 造成庞大心理创伤的 逆死孔明梯 逆死孔明梯 原本是因素小字二代 第二关化学无常第二区的段落 兴趣后立刻水位上升 逼使你要在淹死之前通过移动的方块 有许多因素会造成因素损失 带给人的恐惧感不下于若客人一代气力人的移动天气 在早期这种难度的关卡几乎每个游戏都有 以当时来讲并没有特别雕钻 但没想到近年的因素小字狂热 在重置这关时 竟然将这个段落完全搬过来中线 以现今的难度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 欣天在此介绍它的困难点 死法一 随分小刚好冲进去被夹死 死法二 身高差莫名夹死 人物身长高临力度 判定比格度高 死法三 正常的被夹死 死法四 死法四 经典的历史 真正恐怖的是 就算你过了这一段 只要后面这段路没有走好而掉下去 那你就要重新体验一次粒子孔明星 前后一共有两处落点 一般的走法 小心回避所有可能加死你的部分 像刚刚差点就会加死 双坏路径非常简单 还是要多习惯水珠的路 其他角色有缩输能力会比较好对 若是掉下去快逆死了 到最下层走路可可以进宝石关卡 出来就会刷新水位 接着来到第一段落点 过去方法很多 稳稳地跳过去 下滚冲跳过去 塔尔斯飞过去 纳克鲁斯滑过去 雷轻松飞过去 叫塔尔斯塞米过去 这是一座小子防热的新功能 附序2B就能操作双载 方法为要起按锁杖在连按销 同时仔细调好位置接人 其实掉下去根本不用再爬一次捧鱼 只要用滚冲并在上坡路段跳起 可以直接跳回上层平台 这是因为水的福利使你的跳跃高度增加了 如果超错的是塔尔斯 可以很干脆地直接飞回去 若是直接掠过孔铃踢双载飞上去 没进到孔铃踢门前就不会升高水位 雷也可以飞上去 雷也可以飞上去 因为角度分时机都非常难算 至于在第二段掉下去 除了回到前一段的地方用前几个方法回去外 你的角色是纳克鲁兹或塔尔斯的话 也可以直接原路爬回去 但要记住水分不能双赛 不过既然都能爬上去追上去了 也代表你可以飞上去 直接掠过整个蜜雪孔铃踢从这里上去 这里用雷也是可以飞上去 但比较困难 雪孔铃踢攻略法到这里结束 但是 你将没对海贼说过 生一个游戏这么难 这么难啊